我今天跟你们讲迷信的时候战友们 千万这不是迷信 从地球 从人类 从宇宙讲到今天 我只见过中共两个官能说出个一二三出来的 排着第一水平是曾凯雄 第二是胡锦涛 说到这的时候 兄弟姐妹们 你知道重庆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吗 陈明尔到那会儿去度政治度尽 同时也是个非常险恶的地方 刚刚在所谓这五个大内阁二十大 最核心人物出来就开始出这事 他不是人为的 我认为是天意 是偶然 而且也开启了共产党争夺二十大的一种大屠杀的开始 接下来会是谁 陈全国 胡春华 丁薛祥 都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我才上上自知过 两次前我说 这个名单的公布和江湖上的流传 既是试金时 同时也是最后的一场对决的时候 这对决的时候你看有两种人 一种是一定要你死在战场上不允许你回去的 那你把你送出去就站去 一种我要在这选出一个王子出来 选出一个继承人出来 那就要最后倒下了全都不行 那就是王者行 共产党的二十大是什么 送出去的人可能都喜欢都死掉 因为决定谁出去参战的人可能是唯一回来的人 因为他不用在战场当中 是吧 这时候就看见了最后的九战是习增 所以重庆还有二十大的名单出来就开启了习增子战 大家就在这看吧 新中国联邦在这就遇到了就是昆仑神呐 喜马拉雅神呐 说我天天念头念头 就在帮我们呢 是吧 所以说很有意思 你们好好看看山海经 三星通论 然后研究研究昆仑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就知道 为啥我们爆料革命第一个追求目标 喜马拉雅的目标 盘古为什么习近平 在冬奥会前 二十大的六中全会前 一定要把龙头变成包头 包成尿头 他不是开玩笑的 为什么一国之力 又弄一个大玉的印戳 我头两天我听说这个戳花了不少钱 这个印啊 取自昆仑山 和这个绿玉 挖下去 磕上郭文贵生辰拔字 非常可笑的是 我爹我娘都不知道我生辰拔字 他怎么知道我生辰拔字 是不是 所以说他咋把我的生辰拔字给磕上去 但你可见共产党 他有多迷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